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实际的调度过程当中 我们会将我们的参数进行优化 来做一次测试级的渲染 然后下一个场景当中又有一个测试级渲染 也就是说这些参数我们要进行频繁的调节 那么在进行实际使用的时候 当最后出图的时候 我们就需要将我们的参数调高 质量调高 那又是一套参数 而我们在经实际制作的时候 这套参数的变化并不是很大 所以我们习惯上来将我们的参数进行预设的储存 这样方便我们的调用 那首先我们先来学一下 它默认状态一个预设的设置 那这个地方我们先把参数改的稍微低点 比如改成一个320240 一个比较小的尺寸 然后将大气效果及置换 三个影响速度这个选项 将它取消勾选 并且在光影跟踪当中 我们将光影跟踪里面的抗拒尺取消 而且在渲染当中 把抗拒尺也将它进行取消 那这时候可以看到 包括阴影贴图 我们干脆都给它取消下去 那这时候大家会发现 渲染一张图将将速度非常的快 瞬间就可以渲染完成 那这个呢 是一个比较低的品质 然后呢 我们可以将这个品质精确存 注意点击预设 然后呢 点击保存预设 然后呢 我们在这地方来可以 根据个人的习惯给它起个名字 比如说我们叫做测试参数 测试参数 然后呢 也可以 根据自己的名字 对它进行一些区分 我们在这地方就直接写 用测试参数了 然后点击保存 那这时候呢 我们就碰出一个对话框来 那这对话框来呢 刚我们说 我们选择预设的类型 公用效果 环境等等等等 那这些地方 其实就是我们在储存的 选择卡的内容 我们点击保存就可以了 然后呢 我们再将我们的参数调高一点 比如说呢 阴影贴图 然后呢 反射计算 包括一些抗锯齿 还有呢 我们刚才关闭掉的 大气效果 即置换 并且呢 我们将整个尺寸调大一点 比如我们选择一个800 然后我们对当前效果进行再次渲染 注意 将它进行再次渲染 注意这个参数是比较高的 进行渲染 这时候我们会发现图像比较大 渲染的效果呢 也是比较不错的 而且呢 有抗 很明显的抗锯齿效果 好 我们将当前的效果也对它进行保存 注意 我们点击它之后 对它进行再次保存 点击它 点击 保存预设 那这时候呢 我们把它 保存成一个叫做 完成参数 或者叫做渲染参数 OK 好 也点击保存 那这时候呢 我们再点保存之后 我们就得到了两套参数 我们在实际的制作当中呢 比如我们调开一个文件 我们可以直接通过鼠标点击 点击测试参数 然后点击加载 得到一套测试参数 非常方便 一点击测试参数 所有的地方都已经为我们设置好了 如果呢 我们在想渲染最终图像的时候 我们可以选择这个渲染参数 这无形当中呢 给我们节省了很多的时间 好 点击渲染 这是一张大图参数 OK 那除了呢 在进行 这个地方 在进行使用预设的时候呢 其实还有一个小的技巧 就是我们在这地方来 变成小手 从这地方积鼠标右键 这里面有一个叫做渲染快捷方式的选项 只在这个位上 这地方呢 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地方来进行 渲染参数一个设置 这个地方和这个地方是一样的 但是呢 有所不同的是 这个地方有三个按钮 叫做A B C 有三个按钮 如果呢 我们这个渲染 比如说A 作为我们的 呃 呃 测试参数 我们可以先把它改成我们的测试参数 然后呢 点击加载 所有参数呢 我们都设置好之后 然后我们可以配合键盘的事物件 然后加点击 这时候呢 大家注意到 这个地方就变成了一个A的预设 同样道理 我们把它呢 也改成一个叫做渲染机参数 点击加载 注意 现在参数呢 是渲染参数 我们按住事物件 再点B 好 这时候大家注意到了 我们在进行使用的时候 我们直接点下A键 点下这个A 注意这个A插虎的这个键 然后呢 进行渲染 注意 然后呢 我们再点下这个B键 我们可以看一眼 参数直接进行切换 这样的话 方便了很多 尤其呢 对于很多呃 大工作量 尤其是很多重复性的工作 我们这个地方方便了很多 然后呢 在进行使用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甚至可以 将这个按钮放入到我们的主工具栏当中 比如说这个渲染 实在是我们用的太多了 而我们在这地方又不太方便 我们可以直接配合键盘上的out键 按住鼠标左键 进行拖拽 来放置到这上来 A和B 只有两个按钮 然后我们可以将这面板进行关闭 这时候我们再点击A的时候 参数会不会切 切完之后呢 对对进行渲染 直接就ok了 注意 进行渲染 然后呢 切B 然后直接进行渲染 好 方便了很多 然后呢 在进行使用的时候呢 还要注意一个问题 如果呢 你在进行拖拽的时候这样直接拖拽不上去 我们配合out键也拖拽不上去的时候 注意看一看是不是这个问题 就是锁定UI 比如说如果我们把我们的UI布局被锁定之后呢 我们的UI是不能进行修改的 这个地方需要注意一下 我们要保证UI锁定的一个开启状态 好 ok 那这个呢 是关于 呃 试口锁定的一个选项的设置 然后呢 我们再说 呃 在进行使用的时候呢 除了有我们这个预设的 呃 这种保存之外呢 还有一个选项 比如说呢 我们在这个地方来我们将后面的三个字母对它进行 一二三四 将这几个字母我们将它给它隐藏起来 注意点击隐藏 隐藏完成之后呢 我们将当前场景进行保存 注意叫做保存场景状态 这地方呢 我们可以通过鼠标的右键来实现 点击保存 我们将它呢 叫做 呃 a u t o ok 那我们将一些文字进行保存 然后给它起个名字 点击保存 注意这是一个场景 然后呢 我们将整个场景都恢复过来 对 全部显示 然后我们再将这场景再进行保存 这个地方呢 我们也给它起个名字 ok 好 这样点击保存 点击保存之后呢 注意我们在地方来 我们可以通过 在渲染当中 有一个叫做 呃 批处理渲染 那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可以直接调用我们的场景状态和我们的预设值 那比如说呢 我们为场景添加 两个室口 而室口一和室口二呢 同样使用我们的摄像机C2 注意摄像机C2 这个呢 我们也使用摄像机C2 而不同的地方呢 是摄像机一的时候 我们使用场景状态 比如说我们使用 啊 啊 然后呢 在这个地方来呢 我们在预设值当中 我们将这个数值改成一个 比如说叫做渲染参数 注意到这个地方来 而我们在室口二当中 我们选择 摄像机2 注意这个选项 然后呢 我们将它场景状态改成 这个啊 凹凸 只有凹凸这两个字 然后呢 在这地方来 我们再把它选成测试参数 注意 这是两种不同的状态 然后呢 同样的摄像机 不同的场景状态和不同的预设状态 好 这时候呢 当我点击渲染之后呢 我们将得到两张不同图像 OK 好 我们点击渲染 注意点击 注意 它里面会崩出对话框来说 这个批处理没有指定输出 那渲染无法保存文件 是否要进行继续 这地方呢 如果你要点击保存的话 可以点击这个地方 注意点击这个文件路径 这地方我们可以把它保存起来 比如在地盘 然后呢 在这地方起一个灯光路质 然后呢 我们在这地方起一个文件夹 比如说 叫做 批处理 批处理 渲染 OK 测试 然后呢 在这地方起一个 格式类型 我们可以把这个格式类型统一给它成TJ格式 OK 这是一个无损加速格式 OK 我们给它起一个名字 OK 好 我们保存起来 然后呢 点击确定 再将下面这张图像也对进行保存 注意这是这个文件名称 然后呢 将它也对进行保存 选择之后 依然选择这个输入路径 路径啊 我还使用这个路径 然后呢 从这地方 这是一个历史记录 这样的话更快捷一点 点它一下 然后呢 格式类型 依然我们选择TJ文件格式 然后呢 在这地方写的 OK 那这时候呢 无论是动画也好 或者是竞争也好 都可以 然后我们点击保存 这时候我们对场景进行 选择输出 OK 一张图像 然后呢 再渲染一张小的图像 大家可以看到 经过一张大图像 和一张小图像 两次的快速渲染 然后呢 我们会得到 在这地方来得到两个图像 并且呢 品质是不一样的 注意 动画录制 然后呢 皮处渲染 大家可以看到 这地方会生成两个图像 一张图像呢 是我们一个低品质的测试参数 大家可以看到 注意 由于我这个是一个 双屏显示器 在经使用的时候呢 我们需要 OK 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两个不同的大小 一个是低质量的 一个是高质量的 一个大小也是不一样的 OK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在经使用的时候的 一个预设值的使用方法 包括呢 在经调用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调用我们的渲转快捷方式 以及快捷方式的一个调用 放到我们工具玩当中 另外呢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经使用的时候 如果配合我们的 注意 场景管理啊 这个场景管理器 再配合上我们的 P处理渲染输出 在这个地方 啊 P处理的渲染输出 这样呢 我们可以实现不同分辨率 不同渲染品质 和不同大小的输出 好 OK 那这个视频呢 我们就录到这里